我们都知道邻邦韩国实行义务兵役制 韩国男子20到30岁之间是必须要服兵役的 而很多韩国正当红的男明星 也正好就处在这样一个黄金年龄段里面 是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服兵役是正经事 所以粉丝们 等上两年咱们奥巴娜一定会回来的 8月27号凭借韩剧《成军管飞闻》 以及电影《狼族少年》等作品中的出色表演 蜘惑了亚洲各国影迷新的宋忠基入伍当兵了 这可让粉丝们心碎了 其实宋忠基欧巴的入伍只是个开头 因为那些当红的欧巴们都当了当兵的年纪了 特别是85年 86年 87年出生的欧巴们就要赞别粉丝们了 在影视剧中《达子的春天》中 有过出色表现的李明基和出演过多部热剧的崔正鹤将于明年入伍 而李太成在目前拍摄的电视剧《金子轻松出来吧》 剧中之后就会入伍 朴金雄则将于年末进入警察属下的哨子剧团做异景 其他即将入伍的男明星还有崔丹尼尔 JYJ的成员金仔终 朴友天 金俊秀 张根硕 李明浩等人 而欧巴还没有入伍呢 就已经有粉丝们组团飞到韩国要看欧巴们入伍了 甚至还有人购买了观光旅行套舱 看完明星入伍顺便观光呗 听到今天的内容总无所谓的